什麼樣生肖組合的男女是歡喜冤家 先講男女的生肖組合 我們算一算男生有12生肖 女生12生肖 所以他們的組合應該有144種 以生肖來講 那在144種大部分來講 都是像我們一般 夫妻真真潮潮 結果還是很合 大部分是這樣 但是有少部分的真真潮潮結果 結果是分手 或者離開 但是還有我列出來這些 又比較特殊的 他們也是真潮潮 但是互相非常的喜歡 所以我們稱為叫做歡喜冤家 就是吵 但是他們又離不開的 非在一起不可 好 我也把它列出這種狀況 大體上像這種歡喜冤家一定是這樣 他在生肖來講 他們是和 是六和或者相生 但是一方面又相形相克 所以彼此可能在一起 又可能又非在一起不可 好 那我想第一種 第一種是六川又相生 六川在 十二生叫六川是什麼 我們會想就是意見不合 有點摩擦 甚至有時候冷戰又熱戰 這種就是川的意思 就好像我直接川過去 我們洋仔學友 一見川心 就是互相相碰 意見突然兩個就 一言不合了 這樣叫川 但是事實上他們又相生 就是彼此有相助 互相幫忙 非常的所謂的感情甜蜜 好 第一個 我有點想在旁邊三個 就是猴子跟豬 超準的 猴子跟豬彼此是六川 但是它彼此又是相生 因為是精髓相生 好 第二組就是撒基諾跟瑪雅的 雞犬不擰 狗跟雞 這雞犬不擰 真的 這兩個是土精是相生 但彼此又是六川 所以就是有這種現象 而且這我剛剛講過 比較會家事 或者吃醋方面的爭吵 但是他們彼此是歡喜冤家 非在一起不可的 命中注定 好 下面第二種狀況 行客又六合 行客就是意見不合 或者說彼此的 父相我受到妨礙 所以他們一定也是 真真吵吵 但是六合一定又是合在一起的 好 這個我會列了兩種狀況 第一個是老鼠跟牛 各位知道如果有學過生肖 知道鼠牛是六合的 但是彼此又是客 因為土客水 那另外一個呢 蛇跟猴也是六合 但是彼此他們又是相形的 同時也是火 金 彼此也是客的 好 所以這兩種 在後面還有一種 互相客又相生 什麼叫客 客就是說我吃定你 你一定要聽我的 真是 就是像這種狀況 但是彼此又是相生 彼此就是非在一起不可的 好 這個我把它列入兩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羊跟雞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秀琴跟志緣 真的假的 媽跟龍 非在一起不可 這個 相客又相生 哇塞 你們這兩個馬卡龍 哇 精神 馬卡龍 這個為子女 或者為男女之間吃醋方面的 這種客比較多 這還是提醒各位注意就是了 但是沒有關係 他們是歡喜冤家 非在一起不可的 對啦 命中注定 人家來以為八字的話 老師也會說這個OK OK的 超吵 真的超吵 誰沒有 每對夫妻總是有 但是他們非得在一起不可 別看他們真正吵 他們好的時候非常好